古巴米是台湾的传统米饰 天气冬的时刻来一碗热烫的古巴米 继续是一种享受 昌华市有这间团成30年的古巴米店是很特别 老鸡原本是这间店的老鸡客 由于我们来的老鸡想要抵抢 又又没有人要吃 所以这位老鸡客就把店吃下去继续经营 那是说到他们的古巴米 吃过的人都说讚 一碗好吃的古巴米最重要的就是古巴 要用古巴点出软、买冷是很需要干涂 而且用到一个部分的古巴也是关键 这间团在中华市已经买了旁边的古巴米店 原本是一位四家的老鸡所开的 而且一开就是30年 因为你会大路 做油汤很累想要休息不可以做 当想要用店鸡起来的时候 一位常来吃米的狗客聚集到 也就是现在老鸡知道了 就向他表达有选择想要吃下去 就这样又有客人变成老鸡 做了好吃 还有艺术要不吃 刚才要订阅 我认识有食材吃 都有食材 我当时来说 我问老鸡你不要做 他说对 你要做 他说对 要做你要帮我帮我帮我帮 不然我接你这也不好 他说好 老鸡也很好 他说好 帮你帮我帮他帮他做了 他当时做头要30年了 贴头家也表示 他的老鸡从小旁就在这里吃牛肉麵 对这间店有很轻的感情 所以一天他就要几店 是感到很不甘 学校资源 五六个开始吃 从来这里吃 吃到现在 买30个了 帮他去做 对啊 对啊 你10-25个就做人做了 对啊 跟我们太太 到底今晚的牛肉麵有多好吃 曾经下过中华米食材 中华馆委员李宝营表示 吃的牛肉软 糖头还有够的米 吃过的人都说讚 他的肉真的是入口即化 那汤真的很香很浓 用牛肉麵烤煮的 烤孔的 那宝营因为他来菜脯这间美食 他有第三侧 来到这里找到他的老板 他告诉我 他来这里吃也是老饕的客户 既然变成老板了 所以我相信他吃那么多了 吃20年了 一定是讚 带他老板上金本寺团给老公家 新的老板更喜欢来做法 将好吃的牛肉麵团来 乡亲如果是有机会 也能到中华市吃这间 对老公家变成老板的牛肉麵 絶对不失望 新中华新闻白明林中华 彩虹不得